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故事 不过是真实个案来的 是一位网友热心的留言 其实在这么久很多朋友都在我里留言 将他们的个案 知道的事情 或者对于他们吃过用过有什么是好的 都在这里跟我分享 希望我跟大家讲 大家都得益 首先多谢所有各位曾经供应我资料的朋友 冲心感激他们的热心 现在讲这个个案 就是讲清代名神纪晓南家中一件事 她就说她的父亲就叫纪荣书 她的性情是方直的 很少和闲习人等交往 但是有一天家里面竟然有位 衣衫蓝楼的人坐在大堂之上 而纪荣书就很恭敬地陪她一边聊天一边喝茶 隔着没见爱她还叫纪晓南和兄弟一起来到大堂 和这位客人相见 还对他们的儿子说 这位先生就是宋万珠先生第四世的孙儿 我们几家和宋家两家失联了很久很久很久 今天得到见面真是很开心 那年代你们的曾祖父 刚刚只有11岁 是刚刚明朝末年战乱的期间 在这个冰荒马乱的日子里面 是多亏宋万珠先生将他收留 和教他成才 我们才有今天 后来还留了这位人下在家里面居住 和他找工作谋生 从此之后 纪荣书时时将这件事作为加分 很厉害地教导纪晓南的兄弟 他跟他说 别人对我们有恩有义 我们一定要尽心尽意报答 我们不管有没有恩果问题 也一定要尽心尽意 但事实上 恩果又是丝无不差的 因为他接着说另外一个故事就是 曾经有一个人受过人救命之恩 后来这个人富贵发达了 但是眼睛看着他的恩人的后代 是凌落衰败 家里环境很差 但是他冷漠得如同默露人帮 不加以援手 没多久这位富贵的人就得了一场大病 当然要服药 刚刚拿起一碗药想喝的时候 在蒙蒙隆隆仿佛之间 看到有人递了两封信给他 信封没有黏口 他就拿了个信纸出来一看 竟然这个是他当时危难之中 亲不舍给个恩人的求求信来的 他当时很害怕很悔恨 他把那杯药丢了到地上 长叹一声 他就说 我真的死得太迟了 那晚他就断了气了 这两个个案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做人真的要事事记住 别人为我们做个好的事 我们尽量有机会都要报答别人 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尽心尽力 没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都要深深记住别人对我们的好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忘本的 这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最基本的道德 各位 Pronunciation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散哒 注意 粉底